事故发生在周二早上8点15分左右 当时德桑蒂斯的车队正行驶在高速路上 车队前方的一辆车为躲避其他车辆突然刹车 导致追尾事故的发生 所幸只有一名女工作人员受轻伤 德桑蒂斯和其他工作人员均没有受伤 德桑蒂斯竞选团队的新闻秘书格里芬 在给福克斯新闻的一份声明中说 感谢那些为德桑蒂斯在竞选过程中的平安 而不断祈祷和祝福的人们 事发当天 德桑蒂斯在铁纳西州的查塔努加 诺克斯维尔和纳什维尔地区都安排了筹款活动 根据最新筹款报告 德桑蒂斯第二季度已筹集到2000万美元 仅次于美国前总统 共和党的最大热门参选人川普的3500万美元 不过 尽管吸金能力不俗 德桑蒂斯的竞选团队开支庞大 不得不渐渐渐渐流 目前 也有14名共和党参选人宣布 将参与明年举行的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逐 其中有7位已经具备资格参加下月的总统大选辩论会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静综合报道 9.9.2 30分钟